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勇士的事情,在这个休赛期,勇士又进一步的完成了自己的补强动作,招募到了全明星级别的中锋考仙斯,这也让本来实力就已经很强大的勇士进一步的增强了自己的阵容实力, 也正是因为考仙斯的加盟让很多人认为勇士会完成30万的威胁,但是对于勇士来说他们真正的麻烦是在明年夏天,因为这个时候的勇士会面临克兰、考仙斯、杜兰特这些核心人物合同到期的局面,而想要同时留下他们显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对于勇士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实现次年三挂的目标克兰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就像本赛季克兰在细决和总决赛的表现,对于勇士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你很难相信如果勇士没有了克兰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对于克兰来说,他也想追求一份顶型合同,毕竟对比杜兰特和库里,他们在NBA之外都带领合同,克兰显然是没什么优势,而这也是克兰想要到合同的原因之一。 不过最近克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想一直为勇士效力,属约的事情还在谈,但是他愿意在余下的声谣里都效力勇士,而克兰的父亲也表示, 克兰会分勇士的对付退役,可以说从克兰和克兰父亲的话里来看,克兰在名下,还是有很大的可能去许约勇士的,而勇士如果能够成功留住克兰的话, 那么或许他们是能够继续自己的连贯神迹的,而且对于勇士来说,他们现在更重要的不单单是留下克兰,或者是继续自己连贯的位爷, 更重要的是克兰父亲让克兰要做的事情。 这就金山记事宝报道,克兰的父亲希望克兰能够在进攻端,继续增强自己的实力,并建议克兰能够像哈登一样多的罚球。 现在的克兰已经是勇士进攻端最可怕的武器之一了,但是相较于杜兰特场军5.25.94的罚球,克兰场军只能得到1.121.34的罚球。 所以对于克兰来说,如果他能提高自己造罚规的能力,到时候勇士的进攻画面是真的不敢想象,而克兰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样的话,这对于勇士来说又是一种实力的增强。 毕竟现在的克兰已经联盟里很好的进攻手,他的三分球是很多球队所忌惮的事情,如果说克兰能够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而且能够像哈登一样增强自己的造反规能力,这对其他的球队无疑是一场噩梦,毕竟他们现在球队里杜兰特格护理就已经让人放无可防。 如果克兰还能继续增强这方面的能力,勇士在新三级的进攻水平无疑会更上一层楼。